今天上午 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省委书记黄坤明 省委副书记 省长王伟忠等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报告中指出 过去的五年极不寻常 极不平凡 党的十九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广东视察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 为广东改革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 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音音嘱托 在省委领导下 高质量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力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 团结奋斗 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黄楚平表示 今后五年 省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全面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精神 在省委领导下 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聚焦高质量发展 推进现代化建设 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 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叛所愿 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依法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立法权 监督权 决定权 任免权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 全面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 为广东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利法治保障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价利在报告中指出 五年来 全省法院供新收各类案件1305.6万件 审结1294.0万件 比前五年分别上升92.9%和96.0% 2022年 全省法院新收各类案件275.9万件 审结277.2万件 生效裁判扶判吸塑率97.9% 各类案件呈下降趋势 审判质量和效率稳步提升 省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冯健在报告中指出 过去五年 全省检察机关共批捕各类犯罪嫌疑人 五十四万三千零四十八人 起诉七十九万两千三百二十九人 2022年与2018年相比 起诉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下降百分之九点八 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犯罪下降百分之五十七点八 独品犯罪下降百分之七十八点八 枪暴犯罪下降百分之六十六点三 社会治安秩序持续向好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黄宁生主持 也不放읍 是 第一个人 有预防 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